我了解一下十二元曲的形 因为就是 有从这个角度想 有从那个角度想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这个形 弄得有一点点模糊 现在我们把它稍微弄清楚一点 三法印的形已经知道了 一切所做的 一切因缘所做的 所以叫做诸形无常 凡是因缘所做的 它一定会有变化 一定会有生命向 有生灭的一定是无常 那无常一定有生灭 那有为法有三项 生柱灭 生柱一灭或生灭 所以叫做诸形无常是生灭法 那这个形就是所做的 那无印的形就简单了 无印的形简单一点 其实 但是你要分开 行新所跟思新所是不一样的 行新所范围是比较大 但思新所是行新所里面的一个新所而已 但是以思新所为主 因为 因为新所里面决定造业的 思思新所 那么业才决定我们生死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那都从无明原形的行 那么主要它是指业 所以它叫做一业轮回 就无明形式 无明形式 它基本上是轮回的根本 轮转的根本 生死轮回的根本 这导师说的吧 那么生死轮回的根本 那四明射六路处 这个主要是我们说处境细心 就是你怎么造业的 造业从哪里造出来的 那造完业之后 你就是要逐物流转 就是会生死 那基本上是这么想 那你看 行这个行 一般我们这个行叫做业 简单讲就是一业轮回 我们说一业轮回 一业轮回 那通常这个叫做祸 这个叫做业 那么有业就有什么 有果报 果报生 就轮回嘛 轮回这个是五蕴嘛 这个是五蕴 那五蕴是五蕴生啊 它就是果报 那么只要有生死 有这个出生了 五蕴生出生了 成为人 这个是人 那么只要是生 生死之中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种种的苦 所以基本上 如果简单来讲 这个是祸 这个是业 这个是苦 那祸业苦 因为祸造业 因为造业成熟受苦 因为苦又怎么样 又起烦恼 带着我见 那么又 又应对境界 又起烦恼 那怎么起的就在这里 怎么起烦恼的 在这里 或者讲到这里 也可以 那就在这里起烦恼 那起了烦恼 你看它就是这个爱 那这个爱基本上是 有过去带来的 我爱我见 那么在境界里面 在争强 在增生 我爱我见 巩固 巩固 我爱我见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科学界里面 它讲 这个科学里面也是这样 它说自我意识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 来解释 无名言行的行 但是 没关系 我们就 就顺带讲一些 概念 它说自我意识 这个是科学说的 应该是 不知道是生物学 科学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事件的 这样子 它说 自我意识 有情的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它存有自我意识 每一个有情都有 一只蚊子 一只蟑螂 一只老鼠 一只牛 都有自我意识 那个就是 有情的根本我质 那么自我意识 一定会产生两种 一定自然而来 只要你有自我意识的 一定会产生两种 两种 两种状态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自我 自我保护 就是我爱 自我保护 因为你有自我意识 你一定会有 自我保护的这种 你一定会意识到 要自我保护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自我延续 那么 如果 那这个就是我见 那自我意识 有生有浅 那么 这个自我延续 佛法上叫做什么 后有爱 有没有 就是燃着 燃着 这个自我生命的永恒相续 有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 后有爱 这个叫做后有爱 我们不但 这个是现身的生命 现身的生命 这个叫做自我爱跟境界爱 从自我爱 那么延伸出境界爱 从自我爱再延伸出 这个是自我爱 自我保护是自我爱 自我延续是后有爱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见一定会产生我爱 我爱是从我见 科学界也是这样讲的 一样 那自我爱一定会产生境界爱 境界是跟自我有相关的 会让自我 这些境界会让自我 苦跟热的 就有境界爱 那佛法就是这样 自我爱 那境界爱就分两种 离鼻喜乐跟什么 喜探俱行 已经有的跟想要有的 就这两种 对已经有的 殊胜的 美妙的 执着 对想要有的 追求 就这样 佛法就像这样 其实你只要记住 那个简单的 其实它不用背很多 就大概 这种概念延伸出来 它差不多这样 那你看 我们就不仔细讲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 因为讲这个私心手 想到说 很多人在行心手 私心手里面 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 无名所父 爱解所欺 这个爱其实是从 因为它叫做爱聚师 就是聚有爱的私心手 最有我爱的私心手 那么我爱一定是从我简来 没有我简没有我爱 我爱一定从我简来 所以 因为我简 所以你会有 欲滩色滩 无色滩 有自己爱 有境界爱 那你把爱断掉了 你把爱断掉了 那么一定是把 我简也断掉了 所以 五上分解 那么最维系的 我慢 通常 我简 我慢 我爱 我吃 那么 五上分解是 我慢 跟 神系的我简 叫聚生我职 聚生我健 断掉了 色滩的色滩也会断掉 那么 你对一切境界都不再有爱 那表示 你有我职 你才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叫做 爱聚师 就是 聚有爱的 聚有爱的私心手 聚有我爱 这个我爱包括 自体爱 境界爱的私心手 所引发的 因为师 一定会形成什么 师有哪三种 审律决定动发 当他下决定的时候 那么动发生口 动发 动发生口 然后就照生口意愿 包括 你想到一个人 你在私心手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私心手在运转 他不是前天 才骂我而已吗 你私心手在运转 你会升起什么 称恨心 变恨心 我要过去 问他看看 他为什么骂我 我去骂他 先升起称恨心 他也是一页 所以他基本上 造了一页 基本上叫做 施一页 施一页 所以这个叫做施一页 当然施一页 有些讲 包括声跟口而已 有些是包括声口意 但不管 其实基本上就是 经过审律决定 然后动发 那么产生的什么 行为 可以包括意愿 因为你非常的恨 你本来不认识他 你只是施而已 这个是谁 那么 你运转之后 你发现 这个人怎样怎样 你开始在想 我要让他也知道我的厉害 怎么怎么 开始就造业 就骂他骂得很厉害 那么 有些有包括一页 有些没有包括一页 但不管 我们就给他包括进去 其实就施一页 已经经过施的 那么他比较容易觉得怎么样 比较容易受报 就是叫故作业必受报 你们把它链接起来 你就知道 中华喊叫做故作业 就是施一页 故作业 你是清楚的 而且你有经过 如果你不是的 就无意中的 那就力量不强 故作业必受报 他会留下一个业的印痕 就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比较深刻 那容易受报 必受报 好 那这个是我们 稍微知道一下 他基本上就是业 就是一业轮回 那阿安经理就是 无名所赋 爱结所幸 感得持有事之身 或者 这是一个 或者 无名所赋 爱结所幸 长夜轮回 不知苦 不知本气 那么 如果讲这个的话 那就是讲这里 如果讲 这个没有讲 讲 无名所赋 爱结所幸 于此无人防复 无名所赋 爱结所幸 长夜轮回 不知苦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有这样 存大苦聚集 爱取了 生死 生老病死 优悲脑苦 存大苦运聚集 长夜轮回 不知苦 是本气 你看 我们要慢慢 把我们学习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一个 我们学习东西 有一个盲点就是 这一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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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在一块 你就不清楚 那你不知道 这一块跟这一块 什么关系 这一块 这一块什么关系 这样不行 这样你不够深刻 不够了解 不够了解 不够深刻的话 第一个 你在运作的时候 运作不太来 所以你看 五运 五运无我 六处无我 远起无我 你五运我很清楚 但是给你换到六处无我 你就不清楚 那个表示 你对无我 不是很清楚 对这个我 不是很清楚 那 六处无我 又给你换到远起无我 你又不清楚 那表示你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就不能真正见无我 所以你必须要贯通 真的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我在佛学院教他们多年 我发现很多人 就是 这一块讲 清楚清楚 哪也能讲 但是换成另外一款说法 他就不会 没有办法 而且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弄不清楚 那这样 他不是真的很清楚 那我们必须要把学习过的东西 要这样 你要去理解 你不懂 你要去看 那到底这个这个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那样讲 那你会发现到 其实经典讲的 其实差不多都一样 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 你说 不然你说五应无我 和六处无我 有什么不一样 是什么不一样 对 那五应无我 跟缘起无我 又有什么不一样 缘起无我 跟五应无我 又有什么不一样 讲看看 五应无我 跟缘起无我 如果五应就可以正无我 为什么还要讲缘起无我 如果缘起就是正无我 那为什么还要讲五应无我 它是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如果你理解的话 你看见五应无我 你就会看见缘起无我 你知道五应无我 你就知道缘起无我 但是如果说 你知道缘起无我 你不知道五应无我 或是你知道五应无我 你想不明白缘起无我 那你那个五应无我是假的 那真上漫 你不是真的 你不是真的无我 所以波罗经就这么说 波罗经说 波罗经说 你如果见法有我 那么你的人无我 不是真的 是真上漫 因为法无我就是人无我 所以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 你如果说你正无我 那么你强调 法有我 一切法有自信 那么就表示 那么就表示 你的所谓的解脱 不是真的 那个叫真上漫 那好 那我们现在回过来 那为什么要讲缘起无我 五应无我 知道吗 是身心的关心 那因为你执着 因为你执着 五应有我 设事我 亦我相在 是不是 所以就给你分析 那五应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 让你轻轻 轻轻轻较解 因为 我就是射受想行事而已 好 那你一个一个来讲 你说 我的东西藏在五个箱子里面 好吧 我一个一个打开给你看 每一个箱子都空的 哪里有 对不对 一个一个仔细检查 拆起来看 没有啊 你说我有一颗明珠 藏在五个盒子里面 射受想是五个盒子嘛 那个有珍藏心的 我有明珠一颗 有没有 那么我有一个珍藏心 那么食指在发光 只是被盖住 像灵眼镜也这么讲 一切重真 至所以生死流转 最有不知 常住真心 信尽明庭 用处妄想 奇想不正 故有人转 好 藏在哪里呢 我有个真心 那就三个耳鱼嘛 要不是离在这个 在这个身心之外 要不就是在这个身心之内 要不就包含在这个身心之中 对不对 就是离开这个身心 有一个我 还是这个身心就是我 还是就包含在这个身心之中 就事我一我相在 好 那从事我一我相在 这里就要讲这个 他一一给你分析 好 你说五个箱子 好 那么 在这个箱子里面 好 那你说在箱子里面 有一颗明珠 好 我把箱子一一个打开 分析给你看 哪里有 那你说在箱子外面 那箱子外面找 在这五个箱子外面找 看有没有 也没有啊 那你就知道没有我了嘛 是不是 那缘起呢 缘起不是从五蕴下手 从哪里下手 从整个生命 轮回下手 生死死生 生死死生 有没有 他为什么这样流转 长夜流转 那么五蕴只是单一次的生死 这个生死生 有没有 五蕴就是这一次的生死生而已 就是个五蕴生 那下一个不一定五蕴生 生到天 生到飞响飞响 不一定是五蕴生 是不是 那你 你就 你五蕴就是 因为我们是人修的 这个是讲给人听的 叫你观五蕴的 如果讲给 如果可以讲给社界的人听 或飞响飞响的人听 他绝对不是讲五蕴 对不对 好 所以那么 元祺也是讲给人听的 但是它是从整个生命 所以生命有什么 有刹那生命 有一齐生命 五蕴是一齐生命 五蕴是一齐生命 元祺是什么生命 生命有三种 你们知道吗 五场生命有三种 没关系 我慢慢慢慢跟你们说 从这里连到那里 从台湾连到巴黎去 但是你们懂得越多 我告诉你 你们观点越多越清楚 本来是只是讲台湾 富翁而已 那连到高雄 那连到巴黎去 我们看 元祺 生命 生命有三种生命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三种生命都不知道 一个就是 刹那生刹那面 是不是刹那生刹那面 这个是最细的 这个叫做一念生命 一念生命 这个是生命的本质 一念生命 诸行无常是生命法 它是刹那生刹那面 刹那生刹那面 刹那集生刹那集面 这个叫做一念生命 那么生老病死 这个叫做一期生命 这个是从友情讲的 就像我们讲五蕴 它是一期生命 这个五蕴生 跟下一个五蕴生 不一样 下一个生命 不一定是五蕴生 这个叫一期生命 这个是从生到死 那一期生命 多长不一定 有一年 有五年 有三个月 有一天 有八万四千大节 它在那个生命体当中 维持那么久 那个生命体 换成下一个生命体 那这一期就完了 就下一期 但是这一期有多长 三界六道是不一样的 最长的在哪里 在哪里 在无间地域 最长的在无间地域 然后才来是 非想非非想 非想非非想 最多也是八万大节 无间地域超过八万大节 五有初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 但是它还是会出来 再久再久 它还是会出来 出来 它就不是那个 第一的生命体了 那这一期它就完了 它第一这一期的生命就完了 像我们 顶多一百二十岁 我不敢奢望活到那么久 八十岁就很厉害了 你看 一百岁 你如果活到一百岁 政府每年都要给你奖金 花金牌 那你看 那么所以 这个叫做一期生命 所以 这个一期生命 从五印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大期生命 从生死到解脱来讲 那么这里是一直在生死的 是不是 那缘起 此有故彼有 然后呢 此无故彼无 此有故彼有 无名言行 行言事 这个是不是一期的生命 那不断的生命 不断在轮回 有没有 所以叫做什么 场夜轮回 有没有 只要还在轮回 就还在生命中 就还在 这一大期里面 还没出 出了轮回 这个才算一个段落 有没有 那我们活到死 算一个段落 那轮回 轮回到不轮回 算一个段落 这个叫做什么 大期生命 那这样清楚了 那么缘起基本上是从 在一期生命里面 推到大期生命 那他告诉你 我们一指轮回 这轮回本身是一种现象 那么这里是身心 五印身心是一种现象 你从现象里面去看 无产无我 有没有 戏是这样 那念念生命 从这个心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从这个心去看无我 从整个生命 从整个生命的现象去看无我 无产无我 那这样大概 我们就算不是很清楚 也有一个概念 大概知道 这个所谓的 我们现在主要讲这个 那这里主要就是 你看 感得 感得持有事之生 就身心无印 那无印为什么 为什么从这个无印生 这个就生嘛 为什么后来又会有生死呢 就会造业嘛 对不对 造业怎么造的 六寿生 六想生 六思生 有没有 就从这里啊 你看六路促寿 有没有 就从这里 六畜生 六畜生 这个是内六路 外六路 六六法门 有没有 那么六畜生 六寿生 六想生 六思生 失之后造业 那当然这个爱曲 也可以就是 他业已经成熟了 他执着不舍嘛 然后就开始什么 又开始又有业 那有业 有业又怎么样 就会有苦 有果报生 有果报生 这个生 你看 这个生就是 如果在做人的话 又四名色 又四名色 那累积的业 那你看那个曲就是四曲 又有从我见我爱而来 欲曲 我欲曲 有没有 然后你又不知道解脱的方法 借进曲 见曲 有没有 你又不知道解脱的方法 那你又有错误的观念 那你又带着我爱我见 没有办法消除我爱我见 那当然要造业 当然要怎么样 当然你不能解脱 当然就是带着你的业轮回 这还用讲 是不是 那你看他就是在讲这个 那就是你造业怎么造的 那造业了你就有这种果报 那一开始你这个身心 那你这个身心怎么来的 是由你的业报生来的 那现在讲你这个业报生 未来会不会有生死 要看你这里 主要是这里的处 是无名相应处 还是名相应处 对不对 那如果是无名相应处 那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是爱取有 那如果是 如果是名相应处 那就不一定 就这一生死了 下一生就没有了 就没有后有了 没有后有了 它其实是这样 那处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六路里面生无名 待我见我爱 然后造业 所以叫做什么 所以叫做施一夜 所以叫做爱聚施 所引发的身形 口形 欲形 夜是由跟我爱 我见我爱相应的 这个施心手 那施心手 为什么神力决定动 看到了之后 他的苦受 他的热受 他的好印象 不好印象 就会决定他要造好 造三月 造二月 是不是 是这样的 好 大概 不过大概也算讲得很清楚了 好 我们往底下看 好像很费力 讲到流汗 好 我们往底下看 再往底下看 这个是六响声 六响声 六诗声 讲到行这里 那么倒数第三行 第四行 云何见行中我 为六诗声 六诗声就是 眼触手声声 耳触手声声 一样 六处声 六受声 六响声 六响声 六诗声 好 那么此六诗声一一见自我 这个很容易让我们想起 笛卡尔的我事故我在 好 失明行 即是我 好 因为这个行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就 稍微 稍微把行有关的 稍微做一个解释 好 那么云何见行亦我 基本上就是 是我亦我相在 一样 没有什么比较差的差别 就是都是一样 所以 那么只要行 那么色是我 行就是我所 受想行事是我 行就是我所 那么行是我所 它就不是我 只是说行亦我 好 那么 见我中行 色是我 行在中处 因为行就是我 这里的意思就是 行就是我 但是在色中处 或是受想行事是我 行在中处 在色想行事中处 反正就是以行是我 那么在色或受想事中处 这个是我中行 其实就是 你跟他加一个字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我中有行 我的里面 我的里面有行 所以 那这个是我比较大 行比较小 那行中我 行中有我 就行比较大 我比较小 我在里面 那个盒子是行 那个珍珠是我 那么 那么 基本上 珍珠放在盒子里面 那么 云和 见行中我 这个是第十六个 色是我 于行中处 行中有我 那 作片及事体 为受想事是我 于行中处 作片及事体 第十七个 见事是我 色作想行事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是事 色作人 各个有五个 好 各个有四个啦 是我 是我 义我 相在 我在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好 那么这个四 就是六四生 所以这里就讲到 六畜生 六受生 六想生 六诗生 六四生 基本上我们是六六法文 但是六六法文是包括 是包括内六路跟外六路的 然后六畜生 六受生 六想生 那么这里 如果我们把全部阿罕经讲的 其实就有八种 八个六 就是六八法文的 应该是八六法文 就是内六路 外六路 那么六畜生 六畜生 六受生 六想生 六诗生 六四生 然后六六再加上 受 这再加上两个 那么 他说 这里 云而见世是我 六四生 眼而鼻则生亦是 于此六四生 亦一见世我 世明世即是我 这第十七个 第十八个 见世亦我 见世世我 世世我所 受想行世世我 世世我所 世明世亦我 第十九个 我中世 设世我 世在中处 受想行世我 世在中处 第二十个 最后一个 云而世中我 愿世世我 我于世中处 周遍其世体 受想行世 世我 于世中处 周遍其世体 世明世中我 好 那么这二十个 一一去观 那通常 通常一般 观五应五我 那么 如果你仔细观 是这样观 如果你 大概就是从 直接观这个社 五场 五我 就可以了 那这个社 那我们说过 有一万社如巨末 那么这样也可以 他不是这样一一观 但有一些人 如果 如果他 不清楚 或是他执着了 那么他就分析 分析得很细 分析让你知道 就是你猜猜 猜到 都磨成粉了 你还看不到 那就没有了 就给你分析到很细 那一般的 一般的 你看 舍利不断身界 两句话而已 诸法应援身 诸法应援面 那个 吴比丘 吴比丘 郑阿罗汉 也没有讲到 这么细 他就讲 无用无我而已 非常非断的 无用无我而已 社伙抢情是 光无我 那当然这种 这种就是 看各种不同的 那么 有些人就是 要比较细 他才会清楚知道 有些人大概 他就知道了 好 那么这里 我们说 这个 如是圣地子 见世真帝 得无奸等果 无奸等果 其实就是 陷官趋向解脱 得无奸等 就是 他 可以 得陷官 趋向解脱 断诸邪见 邪见就是指 上面的 二十种生见 二十种生见 就是把这些都断掉了 既然 你 所有你认为 有我的意义都给你分析过 都没有我了 那你还去哪里找我 比如说这里有二十个盒子 假设 应该说有五个盒子 社伙抢情是 那每个盒子里面 又有四个小盒子 四个小盒子 你全部打开过了 这二十个盒子 全部打开过了 就五个大盒子 社伙抢情是 那每一个盒子里面 社伙抢情是 都有四个盒子 可以说有三个盒子 是我 一我相战 那那个第三个盒子里面 又有一个盒子 又有两个盒子 那大概这样想 那你就 一一都给你打开检查了 你要找出那个我 就是那颗明珠 到底放在哪一个盒子 你说 没有在这里 那可能在这里 没有那可能在这里 你执着在这里 打开给你看没有 那你法好分析 那你都找不到 金刚经只要是 从心 过去 现在 未来 只要有心 那它不是在过去 现在就是在未来 那你过去 现在都 未来都没有 那哪来都有 这个东西 只要 只要有存在 比如说 这里有一只奇异笔 那么它一定 要落在一个空间 在桌子上 在桌子底下 在桌子里面 它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都找不到 就表示不在这里 我们找东西 有时候也这样 我就明明记得 放在这里 看了看了 没有 一定是我没有仔细看 一件一件拿出来 我有这种经验 比如说我就记得 我东西放在这个抽屉里面 我就这样找找找 找不到 再找 大概都要找三四遍 找不到 就会翻出来 一件一件拿出来 或倒出来 一件一件找 还是找不到 你还是觉得 应该是在这里 怎么不可能在这里 是不是会落在 这个抽屉底下 又在底下找 真的找不到了 你才会死心 你知道吗 或者有时候又会这样 那一定是我太紧张了 我等一下再来找 等一下又来找 还是找不到 我就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会有那种执着性 一定有不可能 没有 一定是我初心答应 我太紧张了 我应该要先下来 我去做一件事 等一整个来找 那有时候真的等一下就找到 但是大部分 他这里是说 你真的仔细找 都翻出来 一个一个给你找 没有就是没有了 但是 但是这种 这种就是说 你 所有你可以认为 有我的 你都给你分析过 没有就没有 那之后你 你所有的执着都被剪断 那这个时候你就证悟 所以他就这里说 那么 断诸邪见 邪见就是二十种生见 于未来是永不负取 那么你一旦正入 我们常说 这个见法知法 得法入法 得眼知明觉 断诸遗祸 阿兰经常说的 前面应该也有 就是 佛所说法 初中后善 那么 有意有味 那么 他能够让你得 眼知明觉 就是你知法见法 入法得法 当你真的见到 无我的时候 断诸遗祸 就是所有的一切邪见 都没有了 遗祸都断掉了 断诸遗祸 那 于如来法律 得 无所谓 这是无畏 就是 你非常肯定 其实他就是说 你非常的肯定 这个是无我的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 所以他这里说 所有诸適 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二十种生见 这个我 你看 所有诸適 过去 未来 现在 内外出戏 好丑远近 一般是 所谓的四大类 十一种 我们仔细分 有分五类 但是有两类是一起的 他说 这个 一向积聚 就是急 做如是官 一切无常 一切苦 一切空 一切无我 就无常 苦 空 无我 不应爱乐 射受 保持 起爱乐心 然后心 一直在那个境界里面 然后相续 保持就是相续 我们常常说 欲 欢喜 赞叹 卵酌 坚注 坚注就是 爱恋不舍 不舍 那就是爱取的取 取就是不舍 然后 这个爱里面 通常 有时候也叫做 欲念 欲贪爱恋可 那可 有时候就是不舍 欲贪爱恋可 就是爱的层次 那这里只要讲三种 就是爱乐 射受 保持 那如果要分 也可以分四种 爱是一种 乐是一种 爱是一种 乐是一种 那么射受保持 就一直在那个境界里面 而且贪恋不舍 那么 受想形式 亦复如此 那么射受想形式 都是这样观 都是这样观 好 那么不应爱乐 射受保持 就三种 那么如是观 善系心住 善巧 让心保持在 这样的状态 什么状态 无所得的状态 无我的状态 无常的状态 苦空的状态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一旦观察 知道无我 那么你要正念正知 让心保持在这种状态 那么对于一切法 那么你不再有疑惑 叫做不予以法 不会再有迷惑 所以你断诸有结 或是你把这个 我件断掉了 你不会对一切现象迷惑 好 那么复观经济 离诸懈态 心得喜乐 心得以喜 就清安 早期 这个后来都翻清安 七觉知里面也有一个 那么就是 因为你真正见法了 见法 知法 入法 得法 所以 那么你 基本上 你会离诸懈怠 身心清安 基本上是这样 身心喜乐 清安 好 聚诸道品 修行满足 永离诸恶 非不消养 消灭 非不几面 那么就是烦恼 就是烦恼 营获 一切都 好像被这个智慧火 那么烧化掉了 那么心非常地寂静 就是心没有烦恼了 那寂静 那么灭而不起 减而不争 断而不生 那么已经灭的 不会再起 断 烦恼已经断的 也不会再生 后面 他其实这个论里面 有很多种解释 好 那么 不取不着 自觉涅槃 那么 不止取 有我 也不执着 那么 自己知道 自知自作证 我身已尽 犯身已尽 所作已半 不受后有 就自觉涅槃 这个其实就是 自觉涅槃 也是解脱之鉴 好 那么舍利佛 说四法识 他这里讲到 六十比丘 心得解脱 好 那么这里 其实就是 我鉴里面 那么 仔细来说的 二十种身鉴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 好 那后面的这个解释 有一点够杂了 我们就不讲了 好 来看 第七八经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在辟舍里 弥猴磁策 通常弥猴磁策 辟舍里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色 叫做 从格讲堂 大概到那里出家的 那么 从格讲堂就在弥猴磁策 所以基本上 那这里应该 有可能 就是指在从格讲堂 那他这里说到 他说 辟舍离果 有尼箭子 就尼箭落体子 六四外道里面 苦行离戏论的 尼箭落体子 那后来 就是我们说的 其那教的 那么 聪慧明者 善解诸论 就是非常的聪明 而且 像他们这一些的 通常都是 读这个 四费陀 精通四费陀的 四费陀十八部大论 通常都是 读很多 就好像我们读四十五经 那这些很通达的人 那所以 因为四字变充 就有什么 聪明慢 我们叫四字变充 所广集诸论 妙智入微 那么就是 他读过很多书 那么 他能够会通 所有的一切 四费陀十八大论 就是 而且讲得非常好 妙智入微 基本上就是 他能够讲到 很深细 很维系 就是 别人不清楚的 他清楚 别人讲不来 他也可以讲得来 妙智入微 就是他所写的论 我是他所知道的 妙智 形容他的智慧 世间的智慧 入微 就是非常的深细 精微 为众说法 超诸论诗 那么他说法的时候 也超越一切人 很会说 也说得很好 好 所以因为这样 他有所谓的我慢 傲慢 是傲慢性 这种在 这种在佛法里面 也常见得到 去找佛辩论的 然后 没事把一个 像神力佛的舅舅 以前也这样 没事用这个铁片 把身体包起来 他为什么要包起来 他说他智慧太满了 他怕智慧流出来 所以要把它用铁片 包起来才不会流出来 所以有很多种 白天拿着一个火把 在走路的 那么 为什么他白天拿火把走路 因为只有他是看得见的 其他人都看不见 所以要给其他人看的 反正就是 世间总会有这种人 就是他最聪明 我们说 世间 世人皆醉我独行 世人皆醉我独行 这个是屈言讲的 但是他是对于政治上的 有些人很聪明 他也会觉得这样 其他人都不懂 只有他懂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说 他常常这样想 诸沙门 婆罗门 佛教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团体 沙门跟婆罗门 其实沙门的出家 也是从婆罗门中来的 因为婆罗门 世性阶级里面 他规范婆罗门 其他的他没有规范 但是婆罗门这种种姓 他人生有四个阶级 小时候的学习 长大的 成家立业 然后之后 成家立业之后 就要进入 零七级 他们都要进入 森林里面修行的 那就等于出家 出离家庭到森林里面修行 但是这个时候 还是大家在一起的 在固定在一个地方的 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就要托波起实 引顿起 自己一个人 然后起实的 所以那个时候 基本上零七起 就有一点 等于出家的 然后后来再去 他们会有一个出家 但是在后面 所以沙门的出家 基本上也可以 因为沙门不是原来的 原来的是婆罗门而已 原来的只有婆罗门 沙门基本上都是因为 差地利要访婆罗门的 主要是差地利 不完全是差地利 就是因为婆罗门 他认为 废头天起 婆罗门自杀 祭祀万人 而且婆罗门 享有最高的福利 其他种心的人 要服务婆罗门 要共用婆罗门 那么婆罗门是 犯的口化神的 所以他很容易升天 那你们要升天 也要透过婆罗门 婆罗门举行祭祀 祭祀所念的经典 就是废头经 所以都废头天起 然后他有各种废头 离聚废头是最早的 列楼废头 说谋废头 阿大伯废头 那早期只是三废头 这都三名 离聚废头就是赞颂诸神的 这神啊 多殊胜啊 神的话怎么都有道理 神是怎么样的 讲这些 就是赞颂神的 那么 说谋废头 也是赞颂 但是他是有旋律的 就唱歌的 就说类似我们的泛败 你看我们 他说战歌 类似我们 比如说 我们说阿弥陀佛 圣经社 但是我们把它唱出来 它就变成什么 弥陀战 观音战 地藏战 很醉血 他用唱的 他泛败 然后 然后这个 夜楼 这个夜楼 废头就规定 那 仪式 种种的仪式 消灾的仪式 严寿的仪式 灭罪的仪式 什么样的仪式 那要怎么做 怎么做 要唱些什么 要怎么唱 要唱些什么 要怎么唱 要怎么办 要举行哪些祭品 就规定这些 你看跟我们的华会像不像 这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就是 从印度 就是从印度文化来的 那么他们本来就是 以这个为主 那阿大佛费头是后来 达罗维图人 原住民的文化 再加进去的 那里面都是咒语 这个咒语可以 可以致头痛 这个咒语致家庭不合 这个咒语灭一切罪 这个咒语可以离一切恶 反正就种种的咒语 所以咒语有时候会参在 参在经当中 或在经的最后 然后 其实加起来就是这些 然后这个就是四废头 那婆罗门来主导 其他人不能主导 婆罗门来主导 你要的功德 你要消个罪障 都要借由婆罗门 神把这个力量 经过婆罗门 然后带给你 那你为什么可以得到 你有法会 虔诚 赞颂 跟着婆罗门 赞颂诸神 礼拜诸神 意念诸神 称念诸神 然后完成你的供养 完成你的礼拜这些 那么他就把 你就接收了这个 由这样的仪式 接收了这样的功德 由这样的功德 成就了你的喜乐 升天 他们是这一套 那佛陀后来有一些沙门 他就不认为这样 所以他就反婆罗门 另立沙门集团 所以后来就叫做沙门婆罗门 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那反婆罗门就是 他不认为 他说的有道理 那么他要升天 也不需要经过婆罗门 那有很多种理论 沙门就有所谓的 七大沙门团 那么佛教 跟外道分出来 就是六四外道 那佛教叫做内道 那么佛教之外叫外道 这从佛教的观点上去说的 那如果从奇纳教 奇纳教就 他们自己讲 他们就是内道 就像本省外省一样 你如果是台湾的 那台湾省是本省 其他都是外省 你如果是浙江的 浙江是本省 其他都是外省 那其实原来只是这样分 就有六四外道 那六四外道里面 很多都要看 就是有一些是强调 没有善 没有恶 没有厌 没有报 无因论的 宿命论的 命定论的 反正就很多了 这些里面 他基本上是不一 不一 因为婆罗门是讲 我们都是从梵那边来的 那么要回归到梵那里 但是婆罗门 怎么样得到梵天的祝福 怎么样升天 他有一套规矩 但是后来婆罗门 自己也改变了 因为在佛陀时代 他产生了一个时代的变革 叫做有奥义书 那在奥义书里面 有两大论点 对婆罗门产生 一个根本的变化 那佛陀时代就有奥义书了 但是佛陀在年轻时代 应该还没看过他 就是没有记录说 他有看过奥义书 但是佛陀成佛 或之前或成佛之后 应该有 因为之前只讲 佛陀看18 这些废头巾这些而已 那奥义书有两个 很重要的改革 但这些不是 所有的婆罗门都有 只有少数的婆罗门知道 一个就是夜报轮违的理论 就是不再是依这个祭祀 就是说你要升天 你要升天 不升天 你要受苦受乐 不是依你有没有举行祭祀 你有没有赞颂诸神 而是依什么 依夜 依夜有轮违 依阿威书两个重点 依夜有轮违 依智得解脱 这两个重点 那智是什么 智是见到真我 有一个真心自我 那这个我是从犯哪来的 所以他最后的规矩 叫做放我合一 基本上这样 这个是奥义书的一个 一个很重大的改革 那这个改革影响佛教很深 所以佛陀也是 那么佛陀也是强调认同 佛陀认同 认同他这两点 但有分别 依夜有轮违 没有错 一切人众生的苦乐 轮违生死 是依夜有的 不是天决定的 那如果是佛罗门 他是上天决定的 所以你要祭拜天 要祭祀天 由天神来决定 要看你的诚心 看你的修行 你的修行就是赞颂 就是祭祀万人 然后赞颂诸神 然后持这个诸神的心做 犯天的什么做 反正这些 但是后来奥义书不这么讲 一夜有轮回 一智得解脱 所以开始有夜报思想 夜报思想是从奥义书来的 早期的废头里面也没有 制作月制作报这种 早期是没有 后来有 那后来有一些沙门集团 也不认为有夜报 所以四种证件里面 有善有恶有月有报 有一些也不认为有 那包括比如说 阿齐多尊 阿齐多 他是唯物论的 他也不认为有 泼乎头也不认为有 就是有一些外道 大概六四外道里面 有两三个是不认为有夜报的 所以佛讲证件 要先知有夜有报 那么但是这两点里面 这两点里面 认同 一夜有轮回 一智得解脱 但是佛头的一智 那个智 不是能够见到真心的智 是能够见到无我的智 他那个智是见真我得解脱 像我们现在的正常维心 也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见真我得解脱 那个假我 你制作在那个假我里面 所以你不能得解脱 你要能见真我 见真我是什么 与犯同子的 因为我来自于犯 树木草木也都是犯来自于犯 犯是唯一的根源 你认识到了 你原来的我就是犯我 那么所以他叫做犯智 犯恨 那么你要回归到犯的清见 那你那个犯跟那个犯天的犯是同一个犯 就是同一个清见 同一个清见 所以你要回归到犯 所以叫做犯我合一 那个我是真我 那只是小我跟大我这样而已 那这个是佛罗门讲的 但是佛陀不这么说 佛陀是只要有我 那么不管是常见的真我 断见的无我都不能解脱 那么你必须知道缘起无我 一切都是缘起的 他那个无我非长非断 并不是断也不是常 他虽然生灭 但是他相续 他虽然一直相续 但是他是刹那生灭 你要看到这个 那么你才能够得解脱 那又不一样 那这里我们稍微只是说 这个沙门婆罗门 他说一切的沙门婆罗门 没有像我这么厉害的 无敌我者 就是没有像我这么厉害 没有像我一样的 乃至于就算是现在 号称地类厉害的 希达多如来 一人共论 就算佛来跟我讲 也讲不过我 你看他 因为很多人去找佛挑战 结果都输了 那很多这个六四外道 派他最厉害的弟子去 都变成佛弟子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 你不要去跟 你不要派你的弟子去 会变成佛弟子 并不是释迦佛厉害 他有幻术 他有 就是有迷魂汤 你喝了之后 你就不知不觉跟着他信了 所以常常说 释迦佛有幻术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幻天咒术 什么咒术 有一个很厉害的咒 所以他这样念 你就自然而然 迷迷糊糊 你就相信他的话 就认为他说的是真的 其实他说的也不是真的 六四外道彼此之间喘 因为他们派很多人去 要跟释迦佛挑战 后来都变成佛弟子 所以释迦佛的名声 在当时也是响叮当的 所以他就说 没有一个人 沙门婆罗门中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论 就跟我一样 那么 即使现今号称最厉害的 释迦佛 希达多 取谈 也讲不过我 讲这个 我们先下课 好 好 好